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是我手术之后的第一个录音 因为我手术前已经录了几十个 是预先排期直至到8月中 很多朋友说你把声音挺好,中气好像很好 你一定是康复得很快 其实那些都是我以前的录音 但我今天的情况真的好转很多 所以我是选择今天开始和大家录第一个述后视频 如果我的声音是或者变了有些生雅或者中气不足的话 希望大家包容 可能我以后都会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我会继续为大家分享我手上的资料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男人亦会有乳癌 为什么我会选这个视频 因为我最近有好几个有关乳癌的视频和大家说过 有位真是乳癌患者 亦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他留言 你知不知道我去复诊的时候 看到有两位男士 他们大约40多岁 所以我在今天再补充 男人亦会有乳癌 因为虽然他的比例少 我所以就并没有提及 这次既然这位网友跟我说了 我觉得 应该跟大家说一下 男士都不可以疏忽 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女性才会有乳癌 男人怎会有 但是根据美国一项研究更加发现 男性患乳癌的死亡率 是比女性患者 高出19% 所以今天这个标题 希望各位男士都注意一下 根本在香港 现时每年大约有4000宗 乳癌的新症 其中有30名是男性 相比女性 男性患病的发病率 年龄其实是比较大的 应该是大约60至70岁 但是这位网友提到我的 他在诊所遇到的两名男士 都是40多岁 换句话 可能他们这个的犯病岁数 已经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但是这个风险因素和病征 男女大致都是其实相同 而男性方面 他的遗传是最主要的风险因素之一 如果男性他带有一种叫做 BRCA2的基因变异 他患上乳癌的机会 是比普通人高出8倍的 除此之外 他身体里面的刺激素水平如果高 例如他因为治疗前涅腺癌 要服食刺激素 或者他喝了很多很多酒 令肝脏没有办法调整 他的刺激素水平时 这样是会过度刺激 乳腺细胞的生长 诱发乳癌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痴肥 因为痴肥也会增加身体的 滋激素分泌 增加患癌风险 至于病征方面 患者或者会在胸部发现 觉得不痛的硬块 乳房和乳头 也会出现一些红肿 结架的 这些改变 甚至乳头也会出现 以上的分泌物 目前 男性乳癌的治疗方案 可以分为 手术切除 化疗 荷尔蒙疗法 放射治疗 和标靶治疗有五种 由于男性患上乳癌的个案 比女性很少 所以在坊间里面 对男性患有乳癌 就有很多误解 令到男性患者 拒绝求医 而且现在大部分 这个乳房的健康 或者检查的推广活动 都是以女性为目标 这样是不知令到有 忧虑的男士 因为感到尴尬 去拒绝检查 也导致男士 对这些 乳癌的 认识是很缺乏 这样就忽视了 早期乳癌的症状 就错过 最好的 治疗黄金时间 一错过了黄金时间 那就大大增加 治疗的难度 同时 还有一小部分的人 误解了 男性患乳癌 会是 比较女性化 或者是 生活不检点 令患者觉得 被歧视 不能接受这个病情 所以他会 拒绝治疗 虽然男性患乳癌 真的不普遍 但是男士 也应该了解 男性乳癌的 早期病征 如果真的有 怀疑的话 应该尽早去求医 把握最好的黄金治疗时间 不要因为觉得尴尬 而抗拒 而错过了 治疗的时间 对于这方面的 认识 亦不能因为觉得 是女性的居多 而疏忽了 这样 你就会对自己有更加好的保障 至于各种相关乳癌的资料 我会在这个视频下面 把它列出来 你按进去看 就更加清晰了 希望各位男士都能够留意一下 多谢大家的收听